好 嗨大家好 我今天等待一下 我覺得有點緊張 我的媽媽在這眉光燈下的事 會吹出病斑來耶 非常的緊張 吹出病斑 耶 我今天就是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大家在耍胡蕩 也不想我的出場然後就開始報告 妳一直按照,要小心 好 好,那我就是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Flying B的實習經驗 那我也是第一次來焦點 好,就知道說天堂竟然要來焦點分享 我就跟江湖一樣想跳海 但是,哇 也太可怕了吧,就整個壓力大到發瘋 可是就想說剛剛 大家介紹都還在頗輕鬆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是一個簡單的愉快帶過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Flying B上面的實習經驗 欸,我要的時候他就不動 等一下喔,給我一分鐘 喔好,一分鐘,沒關係 那這樣就看著這個盒喔 自己心情也涼快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投入到 講座裡面啊 有嗎? 可是沒有 沒有喔 你有開嗎? 等等 他有點不太靈敏 好,幫你按 喔好,耶 那今天先要開始,一開始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就請到了大哥黃秋生 但呢,我就是Flying B的策展行銷實習生陳香如啦 那 那我用一句話來介紹我自己的話就是一個 需要不斷接受新的挑戰 讓自己維持在最新鮮的狀態 其實我也算是一種一些受虐 豐碩的受虐狂 反正你真的越給我越多挑戰 然後現在就把我整顆壓倒到不行 但是呢,你就是關關難過 你只要槓掉一條一條的事項就覺得爽啦 老娘也是可以做到那種感覺 感覺大家在下面 有一種雄心壯志的這樣子的暴復在 那接下來呢 另一個我要介紹的就是 我其實還有另一個身分是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的三年級 然後我之前的時候是在民族系 那現在也是還有再繼續修民族系的課 就希望可以拿到廣電系唐民族系的學位 還有另一個在課業方面呢 那我就是擔任政大支撐 就是學校實習廣播電台的主持人 然後就是普通的在收音機比分 那邊等下 我也跟大家不是賣藥喔 也是有在介紹一些 歌單的專業的主持人啦 對,那我之前呢 另一個實習經驗是在擔任 女性影展活動組的實習生 是有在辦一些活動還有講座的應候座堂 或是開閉幕的活動志願 那現在呢就是在FindV實習 那我普通的興趣就是聽Live表演 我幾乎每個月就是會不斷的去聽 然後每次就是馬上浪花死掉的時候 就去聽Live表演就覺得啊 搖滾樂真是心情舒暢了 然後這樣普通的話 我有在學攝影 畢竟是廣電系出身 那我也有自己在實施 每天都一定要拍一張照片 紀錄自己生活的習慣 對,那還有逛展覽或談一些烏克麗麗 剛剛大家都有用三個字 就是三個關鍵字來介紹一下自己 那我個人話就是先跟大家講 我三個形容詞、形容字以後 我認為我是透明的 因為在一開始跟別人相處了之後 我不希望我是帶有任何的成見 還有任何的想法 我希望我是可以以透明的身分 然後跟大家一起互動 可以直接的了解到你本人的最誠、最誠的自我 然後也可以不斷的吸收自己 那還有我也是一個荒謬的人 就是各種荒謬的事 都可以發在我身上 結果來剛剛這個筆 你就是無法在我身上使用 你可以全民的就是他 哦,你看這荒謬的人生 就是用滑鼠來控制他 對,然後那我也是一個勇於挑戰的人 大概也是滿被容易兜了的 那我就是一個勇於挑戰的人 就是就一間臨為壽命 然後就來這裡演講 然後覺得好,我們等一下就跟你拼個架吃 那接下來呢,我要來跟大家講 在台下的大家應該都是大學生的身分 那應該是很有嚮往的有一種豐富的大學生活 那大學之外呢 你到底在豐富的生活當中 可以學到什麼東西呢? 一開始我想像中的大學生活就是 就是充滿了社團 例如說除了一開始課業上面的東西 然後你下課之後就可以充去社團 然後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 然後握在社辦裡面之類的 然後還有擔任國際志工 剛剛大家都有去就是有很多地方擔任志工 然後付出自己或者是去交換出國留學 但是呢,我這個人呢就比較本土 大家都可以去看這些你知道聖母院啊 然後是那個一些教堂 然後我就只能待台灣看一些龍三四神 那我實際上的生活就是 有不止不斷的參加細項的活動 就是有大小的 例如說辦影展、辦活動 那個什麼各種TOK啊什麼 或拍MV各種就是荒謬的事情 我自己都有參與過也有書辦過 然後就甚至就在一些你知道 學校公開場合 然後大拿一些比較貼身的衣物 在一個路頭上面做一些奇怪的舉動 對,那還有拍片這個行為 然後就是一直不斷的燒錢燒生又燒肝 可是就為了有自己的創作的作品在 還有電台方面的話 我真的不是賣藥 我剛剛大台講 就是我朋友帶來排歌單啊 然後在簡音檔有在介紹一些 韓國娛樂音樂 然後也有在介紹獨立樂團 對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講說 這些我剛剛的豐富經驗 然後都很豐富 然後就一直不斷的在學校裡面 做一些崩崩崩崩 但是就覺得自己的生活圈好像 一直在政大這個學校裡面受著封閉 然後就感覺好像 自己好像在學校裡面玩了也蠻多東西 就沒有到真正 我如果我在大學裡面就這樣玩完了 那之後到底有什麼經驗 雖然剛剛那些東西我都是真的是很喜歡 然後我也付出很多 也相信對我自己有一定的累積 但是想說總是有該一些連結性 就是當我們成為我們口中的大人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保持我們自己的童真 所以在這之間的連結的話呢 我就找到實習 對 那在台下的話 有誰有實習過 可以舉個手嗎 對 喔 也算是波動 因為大家想說實習 我也很想要去實習來 我要點個國慶說 那你覺得學校很無聊 哇學校很無聊 對 這也是一個人稱之一 然後當初我在一開始想說實習的話 我是從一開始的本科系 廣播電視學系那裡開發的後 我就去女性影展那邊實習 是比較跟視覺傳播上面有相關的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自己好像 一直在活在影像的時間裡面 都沒有去接觸到其他除了影像之外的東西 所以我就找到了 登登 Flying V 剛剛一開始除了自我介紹之外 不斷聽到的觀念就是Flying V Flying V 然後剛剛這一整排 就是一些很可怕的Flying V的人 對 大家也必須要感到壓力 因為我等一下呢會很 跟大家介紹一下 Flying V就是一個快樂的天堂 那他就是 有誰不知道Flying V是什麼嗎 還是 哇 沒關係 這裡很多人都可以給你介紹一下 那其實呢就是一個募資平台啦 然後你只要有任何的想法 或者是創新的意念或計畫要實行的話呢 你可以在我們平台上面提案 那我們會幫你進行專案的優化 那就可以進行募資的回饋項目 然後你最後成功的話 就可以拿到這筆錢 然後可以完成你的大目標 然後可以完成你的大目標 Dream come true Yeah 那接下來呢 我就熱愛這個Flying V這個地方 所以呢 我當初 我還記得在跨年的時候 然後普通大家全世界的人都在跑趴 然後呢 我就在滑FB的時候 就滑到Oh my gosh 你也是改變的力量 我就覺得 喔 我就是那個power欸 就覺得 你點到了我自己 就覺得 好我也可以成為就改變的力量 因為就想說 普通每個人 就是有夢想要完成 但是你呢 竟然可以讓這個計畫而實現 你竟然是可以督促這個夢想 而完成的其中一員 不覺得這 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嗎 你們有被我的真心感動到嗎 應該有嗎 有 對對對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們在這邊工作都可以見證到 見證到參與到理想實踐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就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或創新的概念 他是卻沒有資金 然後他也沒有計畫可以實行的話 就可以在平台上面 然後想要再跟我們討論看看 到底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他 讓世界知道他會讓這個事情真的發生 你會覺得天啊 我就是需要這種地方 就讓我可以接受到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呢 我先來介紹一下 我就進來這裡實習了 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實習生呢 有四個職位 就是採訪記者 還有跨域設計專案部位及策展行銷 那採訪記者呢 在這裡就會有兩位採訪記者 就是你知道我的前一輩 就是下一位主獎人 故事旅社的人 你看他們在白米 踩一踩踩一踩 就自己開出一些故事旅社來了 就多厲害啊 對不對 那其實採訪記者呢 就是要做一些媒體投稿 或者是邀約採訪的東西 因為普通像是專案內容之外 我們普通只是看他一開始條件設計 但他背後一定還是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或成功的故事可以挖的 所以就是需要我們採訪記者去深度的採訪 讓這個事情還有背後故事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也可以在女人名案 或是關鍵評論網上面上稿 所以就可以讓這個專案會有更多的互防機會 另一個跨域設計呢 就是一個下一個念詠真誕生的地方 那也是這一位 天啊 你不要看他這樣嬌囂 他可以伸出無限大的力量的東西 就是你只要比他這面牆 大概30秒就可以想出來要成畫面了 他就是這麼厲害的一個人 就是一開始平面素材的製作 你就像是Flying V的Banner啊 或者是各種專案想要優化的不愛 然後我們這裡的跨域設計可以幫你設計 還有專案顧問的話這裡也有兩位 就是一些專案輔導的開發 就是你發現了一塊譜譽 然後就是需要就覺得天啊 你真是太需要被挖掘到 被給世人就是見證到的時候呢 我們專案顧問就會出動 開始無限制的進行騷擾 然後提案者可能就覺得 天啊這也太煩了吧 但是你成功的時候就知道 專案顧問真的是有眼光 那接下來呢 我個人的身分呢就是測感行銷 那測感行銷到底就是什麼呢 登登 之後使出一些遊戲網卡最厲害的 黑暗大法師 這裡就是王牌啊 那我要跟大家詳細的介紹 我們到底是什麼 測感行銷在幹什麼 那測感行銷呢就是有社群經營 普通的你們在看到Flying V上面的 粉絲專業一些動態 然後就是由我們這些人在 給大家支援這些厲害的資訊吧 因為當初我就那時候想到 我不能輸給一些內容容常說 什麼驚呆了 你不可能知道事情 然後說我一定要跟他們平衡 我一定要用有內容的東西 來吸引到他家別人的目光 但是因為Flying V的東西 也因為普通專案裡面 會有你知道盲目這麼多的東西 盲盲專案當中 你到底要怎麼樣挑到一個專案 然後可以想到不同的切入點 會吸引到大家去注重這個專案的話呢 你就是必須要有一些很多的 做很多的功課 那每次發那個什麼 臉書上面的演算法 一直不斷變不斷變不斷變 然後呢我們這小編呢就會起風 就是觸解率就不斷下降 這時候就想要掃射臉書的創辦人 就覺得好 我就真的是要一直不斷的嘗試 用怎麼樣的寫作方式 才可以吸引到大家的目光 那除此之外呢 也有進行活動的策展方面 就是我們每個月呢 都會有舉辦實體的活動 那希望可以從我們線上的提案者 他那個觀眾可以有 走到線下會有實體的面對面機會 然後也有更多的互動可能 第一個呢 就是我會做電子報的發行 那除了赤產行動這件事情之外呢 我們其實並不是每一個職位 都是這麼單一的 我們也是可以做跨職位分享 就例如說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昨天的時候去訪問了 林馬代樂團 他們是在我們Freebird上面 進行募資的一個樂團 然後我就有跟著 採訪記者去一起訪談 然後我自己也有在擔任 專案顧問的工作 然後也有在進行專案的優化和開發 對 那此之外呢 我們Find Me還有另一個音樂的頻道 然後就是Freebird 那我個人就是很喜歡接觸音樂 然後對於獨立樂團圈 也有這個小小的琢磨 所以當初Freebird去大港開唱擺攤的時候呢 我也就是好不容易就榮幸的遭到清點 去那邊進行活動支援 然後我們就可以不斷跟樂團們就分享說 你知道Freebird多好 然後你真的是需要這種東西 讓你的音樂更多人知道 然後可以跟你的聽眾有直接的互動 然後我就一些假工技 所以就回聲樂團的佛倉 直接滑下去啦 對 就是Find Me好處有這些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Fan 就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 是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會有真正的實體 一個算是人才的空間 就是育才中心 就可以讓我們體驗者 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面對面接觸 可以讓有跨領域的不斷的討論 就是有一些新的奇蹟發生 那大家感覺好像就是 好像很多工作很多工作很麻煩 但是呢 你只要用心的做 努力的做 就會獲得我們正直的什麼 你超棒 就是因為你知道超級巧克力的 你知道巧克力學科 我就在那邊做著 努力的跟狗一樣的時候呢 他就回我這句 你超棒 他就 他是OK 真的是 我也是你知道 都可以付出的啦 就是大家這裡是非常的快樂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喜喜的環境 就是我們的夥伴真的是 你以為大家上次講一講 我好像是我真的也太奇怪了吧 但是其實你進到半天之後 才會覺得這一切的人都太荒謬了 就比如說我可以介紹傳說中的 政大國貌小清風 還有古大的百戰表特女神就在那 還有你知道 甚至有人研究的時候 為了要做AKB48的報告 所以他就自己去報AKB48的人才爭選耶 然後就真的是荒謬至極 還有一些你知道 他隨時可以演出來 如果你演出我的水的三態 然後就覺得這一切的人都超荒謬 但是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在一些創新 還有荒謬的時候誕生出來 所以我在這裡就可以活得非常的快樂 還有滿滿的零食 接下來在辦公室有音樂 那我們還有進行內部的課程 會讓我們的員工會有進行更多的優化 例如說有成功專案的經典分析 或者是網頁製作 還有社群的分享 那這會有特別的話 就是實習生競賽 那實習生競賽的話 大家會覺得天啊 這壓力不會太大 但其實完全不就是非常的和樂 你看他就舊孩還甚至畢業 就是一些苦衷作樂 那我們就是在真正親身體驗做的時候 你才可以了解到 真正在操作這些東西是要怎麼樣的使用 然後也可以學習到更多 那最後呢 我只能說在Flyme 我真的是做牛做馬也願意 為什麼 因為老娘真的就是當了牛了 就是為了Flyme的活動當了牛 對 那我要跟他講說在Flyme上面呢 你就可以說做你想做的事情 也可以學你想學的東西 那其實呢在實習生的態度上面 我覺得就是要負起你該負的責任吧 因為你不能只是受到於實習生這個框架 而說我可以有任何犯錯的機會 對 那時候呢 個人在實習的時候 也是會有遇到一些撞牆 其實就覺得 為什麼我做那麼多事情 然後永遠得出來的產值就是這麼低 然後效率也那麼差 但是其實就有受到一些人生光明燈的啟發 然後他就有說你可以想想一下 你在懷疑期待獲得什麼 那你其實付出了多少 那你就算付出沒有得到你要的產值的話 你獲得了有什麼東西 就譬如說 你可能發現到你自己不足的在哪裡 你可以改進 或者是你可以真的交到一些 你值得信任的朋友 所以這裡都是在我Flyme上面 實習的頭到的東西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想說 我們只是個實習生 然後就可以允許自己有任何犯錯的機會 其實實習生跟正職並沒有所謂的差別 也只是一些工作上在熟悉度的長短而已 所以在Flyme就是只要你願意放手去做 就沒有不可能 耶!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領廳囉 那我要跟大家 中庄服務時間再講第三次 就是Flyme的六屆實習生招募 在明天開始 有興趣還可以跟我們聊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